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首先是内容提要 大陆法轮功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 人心与因果 爸爸相信大法好 受益多 时事评论 如此巧合 这些害人的天灾 是对中共的警示和惩罚吗 上半年 5,313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骚扰 明慧网2020年7月14日报道 今年上半年 中共在全国范围内的 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38个城市 抓捕骚扰法轮功学员5,313人 38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离世 中共公检法 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现金高达280多万元 其中警察抄家敲诈勒索240多万元 在被抓捕骚扰的法轮功学员中 有局长 教育界的专家 大学教授 计算机博士 老师 工程师 医院院长 医生 团级退伍军人 会计 银行干部 个体老板等各界精英人士 其中教育界的大学教授 小学老师 中学老师 就有48人 辽宁义县 看至西家 四人被中共害死 明慧网2020年7月12日报道 辽宁省锦州市 义县大榆树普镇 看至西家中 有七人修炼法轮大法 身心受益 在1999年7月 中共迫害法轮功后 一大家人屡遭中共残酷迫害 儿子左中右 父亲看泽田 母亲龙秀英 姑姑看一人四人 被迫害致死 女儿左立志 被非法判刑五年 看至西本人 被非法拘留四次 非法劳教俩次 广西桂林市妇女王湘林 被610绑架 下落不明 7月10日 广西桂林市女法轮功学员 王湘林 被以问话为由 骗到桂林市秀峰区刑警队 被桂林市专门迫害法轮功的 非法组织610 及政法委人员劫持 至今下落不明 据悉 桂林市610政法委不法人员 又在开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 7月6日 桂林市秀峰区刑警队警察 打电话给王湘林 让他接受问讯 王湘林不知是骗局 7月10日上午 王湘林到桂林市秀峰区刑警队后 被桂林市610政法委带走 一个长姓警察打电话给王湘林的家属 说是让王湘林去学习 也就是洗脑迫害 并让家属把王湘林换洗衣服 送到立军街道办事处 家属问人在哪里 他们都说不知道 一家人遭文革式批斗 六人被判重刑 两人被迫害致死 明慧网2020年7月11日报道 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焦家庄 王泽兰与丈夫秦吉昌 儿子秦德鑫 妹妹王泽芳与妹夫张颜蓉 弟弟王泽兴与弟媳王永芳等法轮功学员 在2002年4月30日 曾遭受到文革式公审批斗 游街侮辱 2002年4月30日 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 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 非法组织610办公室 效仿文革 操控公安、法院、检察院 召开所谓公判大会 批斗游街侮辱 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泽兰 王泽芳 王泽芯 秦吉昌 秦德鑫 张颜蓉 王永芳等30多人 当时法轮功学员们 被以用昌县公安局局长刘富海 彭卫平和国保科的李国玉为首的几人 用绳索捆绑 脖子上系着绳子 一头被警察拉住 为防止法轮功学员喊法轮大法好 挂上牌子 走完了大半个县城 王泽兰等15名法轮功学员当场被非法劳教 秦吉昌 秦德鑫 王泽芳 张颜蓉 王泽兴 与王永芳等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批捕 随后被非法判刑7至12年 王泽兰2008年被迫害离世 妹夫张颜蓉被非法判刑12年后被迫害致死 弟弟王泽兴被非法判刑10年迫害致精神失常 新疆警察以反恐为名绑架善良老太太邓翠兰 明慧网2020年7月12日报道 新疆乌鲁木齐老年法轮功学员邓翠兰 10年前回到老家河南相城 伺候因病重卧床的老父亲 并抚养弟媳撇下的两个幼儿 2017年中共十九大前夕 新疆公安把现年73岁的老人邓翠兰 列为恐怖分子 到河南相城实施非法抓捕 未能得逞 之后在山东将邓翠兰绑架 劫持回新疆迫害 邓翠兰老人在亲临中有口节碑 与人为善 宽容慈祥 因坚持按真善忍做好人 不断遭到中共迫害 2000年岁末 邓翠兰赴京和平上访 为法轮大法师傅明冤 中共邪党人员践踏法律 迫害善良 将邓翠兰老人非法劳教一年 湖南省王岭监狱时间区 折磨法轮功学员 明慧网2020年7月13日报道 湖南省诸州优县王岭监狱 是非法关押 湖南省男性法轮功学员的黑窝 一直以来都在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 王岭监狱于2017年10月左右 成立了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 转化分监区 归属高度戒备监区 高度戒备监区的二楼 就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地方 在放着四张上下铺床的 12平米左右的小监室里 监狱安排三个甚至四个犯人 每天24小时寸步不离的包夹一名法轮功学员 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用尽手段从肉体与精神上 折磨法轮功学员 逼迫他们放弃信仰 强迫他们看和听诋毁 法轮功的新闻、录像、文章和说教 强迫他们写思想认识 把写有污蔑法轮功文字的纸贴墙上和凳子上 逼迫学员坐在贴着字或放有法轮功师父照片的凳子上 现在又逼迫学员吃饭前骂法轮功和法轮功创始人 唱中共的红歌等达不到要求就要挨饿 如果法轮功学员达不到监狱的要求 监狱轻则不让家人接见 恐吓、侮辱、打耳光、体罚、长期恶法轮功学员不让睡觉 众则送禁闭、上行折磨 包括对着眼睛喷辣椒水、电棍垫 绑在老虎凳上 直脚尖着地的长时间吊铐 关铁笼子 撕胯就是强行将受害者的双腿一字劈开 法轮功学员魏桂梅年近七十 遭关禁闭、撕胯等迫害 被折磨得突发脑溢血 最后完全失去记忆 生活不能自立 就这样人还被继续关押 法轮功学员刘春全六十多岁 经常被殴打 被长期罚战 从晚上十点站到凌晨三四点 站得晕倒 仍被继续迫害 法轮功学员曹贡勋约六十岁 入狱前行走自如 入狱后被迫害的中风 靠竹拐棍行动 法轮功学员傅建平 遭长期罚战、电棍电、撕胯等酷刑 不让家人接见 精神和肉体都受到了巨大伤害 法轮功学员谭辉栋 约七十岁 遭长期辱骂、打耳光 入狱前行走自如 之后被迫害的瘫痪在床 吃饭大小便都无法自理 下面请听 人心与因果 爸爸相信大法好 受益多 作者 山东大法弟子 由于在中国大陆 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还在继续 所以在这些真实的势力中 为保护当事人 文章特意引去了 当事人的真实姓名 我爸爸是受中共邪党毒害很深的人 对于法轮功被迫害的事 和他说了多少遍 他都不相信 有一次 爸爸牙痛 痛了三天三夜没睡觉 我再次告诉爸爸 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得福报 他在第三天晚上 痛得实在忍不住了 因为吃了好多药都不管用 他就披上衣服 做着大声念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不到一个小时 牙就不疼了 这是爸爸亲口告诉我的 他说真灵 从那以后 我就让爸爸听师父 广州讲法录音 我对他说身体会更好 爸爸听了一个月 抽了五十多年的烟 在五天之内不知不觉地戒掉了 没遭一点罪 爸爸说真神奇 有一次 爸爸骑自行车到镇上银行取钱 回来的路上碰上一棵大洋树 横着路倒下了 他说就差五六步就到跟前了 这要到跟前不压死才怪呢 太危险了 爸爸和妈妈说 是身上带的法轮功真相护身符救了他 是大法师父救了他 从那以后 爸爸更加相信大法好 还有一次 爸爸一人在家 他出来在院子里溜达 平阳倒在地上 八十多岁的人却一点是没有 在地上坐着自己起不来 好长时间我妈回来才把他拉起来 他对我妈说 法轮功真相护身符又救了他一次 一次爸爸得了舌盘疮 半边脸上全是水泡 嘴巴下面也是 痛得他好几天睡不着觉 弟弟拉他到医院看 去了两家医院 吃了好多药都不管用 我回家看他 问他念没念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这九字真言 他说 念了 这次怎么不灵了 我回答他 这次你心不成 心成则灵 你别躺着念 做起来诚心敬念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还要说 请大法师傅帮帮我 你试一试 爸爸按我说的去做了 第二天我又去看他 一进门 爸爸就大声说 好了 好了 一点也不痛了 管用 管用 妈妈在一边笑着说 这回我也真信了 以后我也要天天念 九字真言 得福报 法轮大法 红传世间二十多年了 全世界很多人 在大法中受益 很多人在遇到危难时 真心敬念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化险为夷 我真心希望 天下所有世人 明真相 得福报 不要相信中共谎言欺骗 失去这万古不遇的 得救得度的机缘 请听时事评论 如此巧合 这些骇人的天灾 是对中共的警示和惩罚吗 作者 千载云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 2020年7月14日 十多年前 一位文笔很不错的网友 在他的文章中写道 任何天灾 源于人祸 这位网友是修炼人 看问题比较有智慧 我也前思后想过这个问题 觉得他说得很对 回想一些特大天灾 都与中共的疯狂作恶 有时间上的巧合 这些灾害是对中共作恶的警示和惩罚吗 一 中共建政之初 土改振返等运动的大杀天下 与1950年的洪灾 特大西藏地震 和1954年 百年一遇的大洪水 中国古代 不管是开国皇帝 还是继位皇帝 初登大位 都是大赦天下 而中共这个邪恶的政党 逆天而动 一当政就杀国军 杀地富 杀资本家 杀他所认为的一切敌人 杀得江山血红 杀得万民福地 据维基百科记载 中共屠杀国民党残余军和特工 多达87万人 土地改革杀地富80万到300万人 二 史无前例的文革浩劫 于1966年刑台地震 1970年通海地震 1975年海城地震 1976年唐山地震 和1975年河南大水 1966年至1977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 除了导致国家动乱 百业萧条 文化被毁 教育荒废 科技落伍等各方面的巨大损失外 据维基百科记载 文革十年导致200万到300万人死亡 700多万人伤残 1亿人受到迫害 而这十年中发生了四次大地震 一次洪灾 难道不是在警告和惩罚中共的胡作非为吗 中共折腾得越严重 天灾来得越猛烈 有必要一提的是 1970年1月的云南通海地震 7.8级 死伤4万多人 房屋倒塌3000多间 如此关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大灾难 居然隐瞒了30年 3.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前十年 于1998年特大洪水 2002年SARS病毒 2008年南方大雪灾 和汶川大地震 2009年末至2010年初的 北方七省雪灾 早在1995年 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 就把法轮功内定为邪教 随位公开 以示山雨欲来封满楼 并且主题先行的几次暗中调查法轮功 想找证据 致法轮功于死地而后快 调查的结果是 全国人大给出结论 法轮功有百利而无一害 公安找查室的调查 从鸡蛋中也没挑到骨头 1999年7月 江泽民集团开始残酷迫害法轮功 2001年年初 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委案 以栽赃陷害和煽动仇恨的方式 来鼓动打压法轮功 而在江泽民下台后 中共迫害法轮功并没有停止 而是内紧外送 以逃避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谴责 到了2006年 爆出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 器官牟利的天大丑闻 国际上称之为 我们这个星球上最大的邪恶 四 二十多年了 中共还在继续迫害法轮功 并继续四处作恶 与2019年的武汉肺炎 2020年超大洪灾 有人说 一个政权打压纯粮 必是自觉生路 中共就是如此 这次的武汉肺炎和超大洪水袭来 是否与中共迫害法轮功 而造下的天大罪业有关 曾经不可一世的古罗马帝国迫害基督徒 便是在四次大瘟疫中灭亡的 2019年下半年 中共打压香港 九千多人被抓捕 其中三千两百多人是学生 还有人被打残 被失踪 7月1日 中共的镇压之法 港版国安法生效 从法律上取消一国两制 赋予香港的自由 公然废除了对香港的承诺 洪水在大半个中国肆虐 暴雨还在继续 暴雨 雷电 大风 冰雹 山洪 泥石流等 骑袭中国 这些现象看似偶然 也许这些偶然所表现的是必然的因果呢 中共每一次大的作恶 都伴有巨大的天灾 让人想到 这不仅仅是自然灾害那么简单 或是警告 或是惩罚 或是警惩相间 中共为恶百年 如今上有老天的惩罚 下有国际社会的围剿 中共的末日已到 必将被送上历史的审判台 彻底清算他的滔天罪恶 本期明慧网大陆消息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